年轻人怎么又爱穿羽绒服了 羽绒服正在重新回归到年轻人的视野 舞蹈专业的小韩是个零零后 提起以前穿羽绒服的记忆 他的表情中充满了抗拒 一考生都爱美 当时我拿到妈妈给买的羽绒服 第一反应是太硬肿太老气了 我太不好意思去穿了 2014-2019年 中国羽绒服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宗速 远高于男装和女装 消费者的购买频率也有所提升 每年至少购买一件羽绒服的消费者 占比达75% 今年在权威品牌评估机构 波安等安斯撒布的全球 最具价值服饰品牌排行榜50强中 波斯登作为中国羽绒服品牌 首次入选 且品牌价值增速排名第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羽绒服都与款式单调 颜色暗沉 臃肿这些负面评价绑定在一起 羽绒服拿回冬季时装话语权的历程 也是波斯登重回羽绒服主赛道的过程 后者则在保留羽绒保暖功能的基础上 追求轻和薄 好让羽绒服在时装方面的发展更有可能 考验品牌的时尚感知度和工艺技术 财经作者吴小波评价道 波斯登对羽绒服产业的专注 使其从一件羽绒服的生产道设计 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 适应年轻消费品市场和时尚人群的需求 同时也在输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制造能力 从羽绒服重新回归冬季主流市场 让年轻人不再嫌弃 到中国羽绒服成为全球领先品牌 影响世界上的新一代消费者 这中间跨越了太多年